为阳光明媚晴朗温暖的天气 因为入冬最强寒流准备到家门口 明天之后随后封面通过 那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 那不只会下雨 那温度的部分也会稍微的下降 台北大概是九度附近 有可能挑战今年最强的一波寒流 封面在周六通过台湾 北部东部水气增多 周日起寒流南下 全台温度溜滑梯 到了下周一二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 北部低温省七到九度 空旷地区挑战五到六度 明显有感转冷 要一路到周四白天 天气才会慢慢回温 全台冻番薯最冷的时间点 将落在周二到周四清晨 连续三天低温下探到各位数 加上水气配合下不仅太平山 就连北市阳明山也有望追雪成功 二十二二十三号我们预计在北部 东北部的山区 一千到一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 就有降雪的几率 中南部跟跨东带 两千五百公尺到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其实也会有降雪的几率 追雪之余提醒有心血管疾病 以及年长者出门要多加主意保暖 今宵流佩宁 吴婷珍采访报告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